真的有多少人像我一样 被这次的剧情打得猝无及防 之前就听人说 那塔的剧情就是小学生过家家 嘿我还真信了 然后过完这次剧情 我也是真傻眼了 我和朋友还聊了一下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这次剧情很有冲击力 一开始还在漫不经心的清怪 直到出现这个画面 他才意识到不对劲 所以说这次剧情的冲击力 一是在于突发性 编剧就是在告诉你 战争就是如此的残酷 且不可预测 不过幸好在众人的支援下 战争的伤亡在逐步下降 因此在战后我们回到那塔 还会触发一些新的对话采办 就比如说和我们并肩作战的围刹码 战后找他对话还会夸我们 你们是我经过最出色的战士 如果我也能像你们一样 还是穿这个轻松 该换新十字了 谁让你就是这种人了 真讨厌 往前跑吧 姐姐